枪枪三人行 哎呀我这是为了工作看电影啊 因为我们要说说这个金灵十三拆 所以昨天晚上我赶着去看了一下 这个金灵十三拆 徐老师是先看过 他说我应该去看一看 我就一直还没看 我最近都忙着电影都看不上 那给你看一下就行了 对对 真的 给你看20秒钟 这就够了 对 不раст法 都治疗到 看静怜 导演 artwork 这人是家人的 iş 这人需要 求我 东西 肯太冠振 你瞎瞎吗 你谈到骆人和车子 从观众角度去看 那是肯定是你这个全场 就是你会很紧张 也会 绝无冷场 不会有冷场 从头也紧张 而且色彩也好看 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商业角度来讲 这个电影是好看 那这个是首先必须承认的 然后我写 我专门写了博客 写了 我看 我专门为这个片子 你别太操劳 张立平给了 不想干 要是给钱的话 我不那么写了 我看了以后 他的核心情节 就不大舒服 但是我们这能讲吗 讲了人家 当然可以讲了 这什么不能讲的 谁不能讲的 我还没看见戏 他核心情节 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都已经知道了 什么呀 不就是说是 这个Christian Bell 那个角色 他是假装做神父 原来是个混混 然后在那 就正好有一帮妓女 就在他呢 他去保护他们 但是最后 听说那些妓女 纷纷壮烈牺牲了 为主播 你看你少掉了 最关键的情节 他不是保护那个妓女 那地方有一帮女学生 他是为了保护女学生 最后他也保护不了 还是靠着妓女 保护了女学生 靠着妓女献身 到日本鬼子的狼窝 去表演 然后呢 让女学生们 这个安全离去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就说啊 就是这个 我还是流眼泪了 哪一段流眼泪 哪一段流眼泪 他老流眼泪 好像在前 就是中间 以前一点 我就是 我就 你看我就不像 某一个写影评的 某个写影评的 我一看他说啊 他说这个电影啊 也确实是一次次 让我啊 感觉到好像 要流眼泪 他说但是呢 我每次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想流 因为我觉得呢 这是导演的催泪 这个导演在 在企图控制我 他说我就要跟他死扛 我说你看 我跟他经验不同 我一点都不扛 我一扛 我一扛 人流就流 对我就流 我也得说啊 他就是成功的催下了我的 你不是这样 你的情况一般是 进戏院前 就想着要流眼泪 对对对 老远不想你流 想你笑 你都没办法 我就得弄把 弄点眼泪出来 他是这一类 有的人就是说 一个电影看完了 没流眼泪啊 觉得票价不值 流了眼泪呢 觉得值回票价 就说我 我公平来讲啊 这个电影啊 我要过去 我们小时候 有这个成绩啊 叫优良可烈 你记得吗 老师批成绩 叫优良可烈 那就是凉了 如果我批就是凉 真的也算是 我觉得张大导演啊 这么多 最最近这些年 拍的电影里边 算是 好 而且越来越像谢静 这个张艺柏这个电影拍的 越来越像谢静 就是说我说他是从众啊 就是为大众服务啊 他在政治上呢 是从中国主流民意之众 就是说他对他里边的日本人啊 相貌有凶恶有文雅 但是实际上全部都是毫无人性 就是绝对批判 这跟以前南京南京就不一样 以前呢 还有些年轻导演 想写写日军的内心的复杂性啊 这战争的反思啊 他这活不干了 他知道这个中国老百姓 对这受不了 所以他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叉叉的野兽 就是说 而是只是不同面貌的野兽 这条他是服从了 中国国内主流民意的大众 但是艺术手法上呢 他倒是照顾了 全世界好莱坞趣味的众 他用的是美国的演员啦 然后那个 他的英文名字叫 Flow of the War 战争之花 然后他里边呢 有些细节 当然你不能硬推敲了 比方说他们躲在地窖里 那么危险 可是那化妆化的浓啊 这化妆不是逃出来是这样 那得得天天补的嘛 对不对 这些人要不考虑 但是画面上看 就很好看 我想美国人这个 贝贝提名有点道理 他在趣味上是 而且我觉得 他会有一个额外的收获 他会向西方的 主流价值观的观众 述说中日恩怨 告诉他们 原来日本人欠了中国人 这笔战 他用一个美国演员 用了这个血 就是血泪 这个非常声色俱全的 这么一个画面 要是美国的中 就是家庭 不是家庭妇女 就美国的女性主流 观众看完了以后 我估计他们对中国的好感 同情会多一点 这个我相信不是计算吧 这是额外的吧 这个反正是中国电影 号称投资啊 最多 六个亿 当然我也见到 有些人在问 说看不出六个亿 花哪 一亿就那个男演员 上光的男演员 一天两百万 就这个贝尔 可是老实讲 我觉得这男演员 也没出彩 这个什么贝尔 他这个角色 没有什么特别 他们算是成功的了 因为他们请他的时候 他还没在好莱坞得奖 没错 他后来才在奥斯卡 得了一个最佳男配角 对 在那个最佳男配角 但是我 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 完全不是因为刚才 讲那些事情 我是因为他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看得不舒服 这个不舒服 也不是因为张艺谋 就是这个其实 也许你在那个处境里边 你也会觉得 他一切都是那么合理的 但是最后就是让我觉得一个不舒服 就是说 我的一个博客题目叫 这个国家人民有难 性工作者承担 就是说整个一个大灾难 我们拍南京已经拍很多次了 就这个 然后我就去考证他这一段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历史上有没有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 有没有真实 对 结果呢 看了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是严格林的说法 他说呢 基本上虚构 但是有一点影子 就是威特林啊 说当初日本人来 要挑一百个女的 下面成千上万的男民 结果呢 就有那么二十几个 封城女子 主动站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做这个事情 以前就 威特林说 你们有谁做这个吧 你们就出来 别让梁家妇女被欺负了 他们就出来 就承担啊 得承担灾难 这么去了 但是我后来看了 那个拉贝日记 不是这样讲的 拉贝日记呢 说因为这个世界 非常重要 拉贝日记说 当时来的时候呢 那个红十字会的人 说了一番话 就是意思是说 大概说你们去新的妓院 就是骗他们 就说蛮好的 等等等等 好像比你们在这个 难民营还要好 结果有一批新工作者 就听了这个话 就走了 而且呢 说他们脸上 一点都并不悲伤 就走的时候 那这个 这句话本身有两重读解 一种是说明他们 勇于牺牲 他不被伤 还有一种是 他们被骗 那些女的可能真的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我查到 威特林的日记 我看完电影以后 就去查的 查到威特林的日记 是这样说的 因为在这之前 整个经历女子学院 已经变成了 日军的强奸的地方 哇 真是变成日军的机会 天天来 那天又来了 说要找多少多少人 到他的那个房间里 他说 然后呢 他跟他们说 他说日军现在满街 到处强奸 我们管不了 我们要搞一个合法的地方 合法地方让他们去 他们就会不会满街到处走 这是日军的军官 跟他说 然后这个军官就坐在 他的办公室里 威特林并没有去坐 这个真假不知道 你们仔细想想 威特林说 他坐在这里选 他没有参加 日军 他说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因为日军说 我们认得出来 我们看得出来 是做这一行的 最后他选了那些人走了 这个回忆录里边 很微妙的就是说 威特林啊 如果是他选的话 他良心会受惩罚 你知道吗 他后来回去 一年就自杀了 你知道一个大的人性 灾难在什么地方 大的人性 如果你是一个 他是一个院长的话 你该不该用妓女 来代替学生 来承担这个灾难 这个问题 他回去美国一年自杀 墓上面可精灵永生 我看这个电影 到最后 他们每个人带了一块玻璃 这些封城女子 好像上前线这样 你在那一瞬间 你会很感动 你觉得很好 但是你作为我们所有编剧 跟看的中国人来讲 就是国家有难 妓女承当 这个叫我非常不安 就这么一点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国家有难 妓女承当 但是其实历史上不乏这种事 就是以前 尤其明末的时候 那当然前千叶 柳如是那个故事 就已经很有名了 但以前向来都有一种说法 叫天地正义 仅见于女子 尤其仅见于青楼 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某种的文人想象 我觉得是文人 有时候为了要一种自责 觉得自己在 勃破 家王的时候 没有站出来 很多时候 没干好事 于是就想象成 当时连妓女 都比我们表现要好了 那么这时候塑造了一种 青楼奇女子的神话出来 那这个想法 其实一直在中国文化 传统里面 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典型 你知道我听了徐老师这个说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典型的 是知识分子 对张艺谋电影的这个评价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站在我这个俗人的角度 我也曾经想过 就是张艺谋是个什么人 就是要不要对他 那么上纲上线 对这个是有争议的 你比方说 老有人从张艺谋电影 聊价值观 当然这次有的有的影评说呀 说这个十几零十三车 我看了 这是一部看不到价值观的电影 但是你看从徐老师的想起 讲讲讲话里 他又看出一种价值观 这就让我想到 最早拍英雄的时候 那有些高级知识分子 这给你较解枝啊 就是说 送阳暴君呢 你这是根本价值观 你多少年之后 你会被定在历史的持有助上 我当时听了呀 我都觉得 这是个电影啊 就是说 犯得着吗